嗨 大家好 我是董杰安 今天我要教大家一個好像不重要 但是我認為有一點重要的一個技巧 叫做關節技 好了 這個技巧顧名思義就是要使用我們的關節 它會出現在需要彈奏同一個格子 但是不同弦的時候 又不要讓它兩條弦持續的發出聲音 一次只出現一個聲音 這時候我們就會使用我們的左手的關節 那我們用第一條弦還有第二條弦做舉例 上面那一條弦我們會用指尖去按 那麼為了不讓下面的弦發出聲音 我們這時候會用指負 會用指負的地方 碰著下面第一條弦的位置 所以這時候第一條弦是沒有發出聲音的 這時候只會有第二條弦的聲音 OK 那當你想要彈奏下面那條弦的時候 我們就會使用關節技 將我們的關節倒下 在倒下的時候 然後你會看到第二條弦我的手是離開的 所以這時候第二條弦它是空出來的 但是為了不讓它發出聲音 我們的指尖必須頂著上面那條弦 所以這時候它是沒有聲音的狀態 所以這時候只會有第一條弦發出聲音 透過這兩個動作站起來 還有倒下 這樣子我們在做這兩個動作的時候 就同時只會有其中一條弦的聲音 並不會像你同時按著兩條弦一樣 同時發出兩條弦的聲音 所以你的每一根手指都可以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你的每一根手指都可以做這樣的動作 對, 還有一根手指都可以做的 對, 還有一根手指都可以做的 對, 還有一根手指都可以做的 但你不小心會做的 感谢观看